两米一巴的黑人被当成育人工具 一辈子生育250个孩子 最终她的身体不堪忠负 悲惨的离世 这些种马的命运只是冰山一角 而那些被迫承担繁育任务的女黑奴 更是生活在无尽的苦难之中 在种植原主的眼中 女黑奴不仅是劳动力 更是生育工具 她们从小就被迫 与原类健壮的黑奴交配 生下的孩子长大后将被卖往各地 有些漂亮的女奴隶 还会遭受农场主的性侵与暴力 1855年美国女性黑奴叙利亚 以此反抗中杀死侵犯她的农场主 却因此被判处侥刑 即便她当时怀有身孕 法官也只是决定延期执行 让这起悲剧更加讽刺与悲哀 这些故事 不仅仅是个人悲剧的堆砌 更是整个社会 对黑人无情剥削与压迫的见证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一生拥有600多名黑人能力 她不仅将奴隶是北投资工具 还在报纸上刊登追捕逃奴的广告 她的言论与行为 无不透露出对黑奴的蔑视与利用 另一位总统杰斐逊 同样出身奴隶主家庭 她更是将控制奴隶的方法传授给他人 利用亲情纽带束缚他们的自由 这些历史事实 让我们不得不证实 西方社会发达背后的黑暗与罪恶 那些看似辉煌的文明成果 实际上是建立在 无数黑人劳工的血泪之上